大家好,我是戴安娜 我恋爱了 对象不是我老公 大家别激动 多哥你也不要紧张 不过到现在 我的脸上还是挂着 小女生恋爱时的傻笑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就不再崇拜别人呢 好像阅历和事业成熟之后 我是深深体会到人无万人 看似事业成功的人 现实生活中不一定洒脱 有钱的人不一定有品位 有学历的人不一定豁达 我很怀念小时候 能有idol的那种喜悦 欣赏一个人 喜欢那个人 想要变成那样子的人 那是多好的感觉呀 长大了 我们的eq都提高了 但是同时 我们的真心也包裹得更严实了 朋友再多 知己难寻 但是昨天 我竟然认识了个 让我五体头地 甘拜下风的女朋友 罗里是四个孩子的妈妈 她才刚生完两个月了 hello 你是否想说话 你说 做了D 她留着我想留的发型 自信 有性格的短发 她穿着简约帅气的黑色衣服 配着有分量 有质感的中古首饰 罗里精通 英语 中文 和广东话 这个实话说 除了我自己 我还真没碰过三语 都没有口音的人 其实这只是我们两个第二次见面 她刚来新加坡不久 我去她家看她 我是个设计控 家居控 而我必须得说 她的品位满分 她家的钢琴 是她老公最近送给她的 Fazially这个牌子 懂钢琴的人应该不陌生 就是 比Stineway更牛逼 更加精致小众的品牌 她说 这台钢琴 她已经等了12年 原来 怀是Fazially钢琴梦的女孩 不止我一个 罗里当过律师 创过业 但是 最让我欣赏的 这是她弹的琴 唱的歌 我要把我的指甲给拔 直接把昨天的指甲给拔一跳 这个吗 天天 可以啊 天天 这个可以 爱恶天 晚下雨天 哦 可以可以可以 爱恶天 爱恶天 人几人的咖啡店 照应得了向你舒服的角落 对我 你爱恶天 我爱恶天 你爱恶天 你爱恶天 我爱恶天 我爱恶天 我上天天都在下 每个人天天在忍耐 有你日出和礼拜 原来很像的是恋爱 我想有你在我身边 奔向生命中的一切 想要天天说 天天说 天天对你说 我有多爱你 斜杠人生的标签 我自信地认为我是当之无愧 但是Lily似乎发挥的更加淋漓尽致 所以说 我恋爱 我爱上她的talent 她的帅气 她的可爱 她的声音 这种女孩子之间的爱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过 能够被人惊艳 那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呀 都这么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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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我 都这么高了 我一样的情感 都这么高了 她的情感 是厉害的 如果她忘记了 他的名单 那就快到了